你听过非牛顿流体吗 就是牛顿也管不着的流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海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非牛顿流体 它可软可硬 欲强折强 欲落折落 非常的神奇 可能光听我说 你想象不到它是什么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两包玉米淀粉 一个漏斗 两个气球 还有五瓶不同颜色的色素 漏斗和气球是等一下做减压球用的 我们先把非牛顿流体做出来 一杯淀粉 三分之一杯的水 搅拌均匀 我靠 盒子居然是烂的 冰一个肥 靠 就已经凝固了 料有点少了 再加一包 加水 搅拌一下 加点绿色 原亮色 比较健康 到这里一碗抹茶冰淇淋就做好了 现在看起来还有点像流动的液体 但是你用手指快速的搓它 你就会发现完全搓不进去 就连锤子都捶不动 但是如果你轻轻的用手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手指可以慢慢的伸到里面去 现在已经伸到了最底下 你看我用力抓起一坨 好硬啊 哇 看 我用力握紧的话 它就是这个样子 当我轻轻放开它 它就会变成牛奶一样流走 是不是很神奇 当你越用力 它越硬 当你轻一点 它反而会变得很软 那么你们说 我从高空坠落一个鸡蛋 砸在它上面 你说它会破吗 我们来测试一下 预备 哇塞 鸡蛋完全陷进去了 哇 哇 哈哈 直接把这个被牛的流体给提起 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有人可能会觉得刚才高度不够 那我直接来将它砸下去 很明显刚才砸到了碗的边缘 再来一次 看到没 再来两次也是一样 内心是万马奔腾 我它喵心太疯了 不管怎么样 实验还是要做完的 我们把这个非牛顿流体的减压小球做出来 看一下是什么感觉 完成了 就这样吗 跟那个呕吐蛋一样的 那我干嘛不直接买一个呕吐蛋 花费三个鸡蛋 终于成功把这个实验做完了 不对 这个鸡蛋还能吃 哎呀 不该扎色素的 不然这个也能煎饼吃 最后我很懒悶 鸡蛋掉下去明明是一个很快的速度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变硬 把鸡蛋正破呢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拜拜